听说美国五月原油期货跌到负37.63美元了 啥意思呢 难道天下还真有这加油倒贴钱的好事 哼 你想太多了 跌的是原油期货又不是汽油的价格 原油期货说白了 就是油贩子预测以后油价肯定得涨 于是赶紧提前跟造油的签合同买原油 这个约定好价格和未来交货时间的合同就叫期货 等着这油价涨了 油贩子就把它捣挡给其他人 比如航空 制造业等 赚个差价 本来挺美一事 可今年不是特殊情况吗 很多企业都不开工 买家一下子少了 so 油贩子手里一堆油不但卖不出去 还得付储存原油的成本 这油贩子一算不行啊 这买得起存不起啊 长痛不是短痛 所以干脆来个虽然亏闲 但不至于破产的方法倒贴着卖 而美国那些交易员 就是这样一个个油贩子贴钱卖其货 所以油价倒贴就是因为原油这个东西 保存还得花钱呢 好 好